大家好,這宗新聞我真的想說了幾天 奈何未夾到豬隊友的時間 真愛是永遠不死 菲蓉照顧完少主份,準備離開主人房 突然間36歲的閃閃就跟姐姐說 She like you! 然後脫衣服的閃閃就制服菲蓉 48歲的綠軍莊的男護主走過來 打算強姦的呂飛勇 呂飛勇就欲除砧板上,掙扎也無謂 竟然這個時候,男主就不能夠 就像某些小說情節 一到緊張關頭,就非常緊張,力不從心 這個阿閃就貴陷,覺得老公不行,當然要幫幫忙 誰不知在她努力配合的情況下 那男的48歲的閃閃,終於硬起來了 成功強姦了菲律賓姐姐 她給了85元事後費,暗口費也好,事後費也好 說給姐姐聽,不知不知道 反正現在全世界都知道這群醜人就落鑊了 而且阿閃也要落鑊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這樣強迫別人性交 不是協同非禮,沒有這樣的罪嗎? 原來他在性交的過程中,手摸到姐姐的胸部 所以他也是告她非禮 真愛永遠不死,有什麼理由變態到? 老公想搞女人,你給她三個水,推她出去 你去Happy,我眼不見為乾淨,都仁至義盡 你帶回來搞,還要是三官、盡毀 在自己家裡,讓老公中出 在下體染到精液和下體撕裂,搞到姐姐 姐姐30歲,阿閃36,老公48 其實老公48,比老婆12歲,都應該是老夫少妻 還未夠,還要搞個小子幾,18歲 她的女兒,一個就是13歲 一個八歲是13歲,不記得了 一個就是1歲 我想問她兩個坐牢,小朋友是誰看的呢? 嘩,其實整件事都很鹹濕 你不是覺得很正嗎?一個八歲,一個歲半 蛤?她的小朋友很正嗎? 不是啊 整件事是鹹濕故事劇情 你為什麼要跟我說小朋友呢? 多人運動,不是最想這樣 大哥,如果我跟阿朱隊有多人運動,我當然要吃好東西 我當然要吃好東西 八歲和一歲有什麼關係呢? 我想問一下 阿閃就說,如果威脅姐姐 你如果多帶我兩個小朋友不好,我就會報警 他就說,姐姐有說這件事 還有交代她家庭的細節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好 你這樣去搞,你不是應該是玩就玩遠一點嗎? 大哥,你有一次,有第二次 我怎麼知道下次我會不會不在這的時候 你倆是分分分分到,嘩 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鄭艷麗有一套鹹片叫經變嗎? 還是業種?還是借種? 鄭艷麗是誰?我就不知道了 很正的,胸又白又拼 真的很正 大家可以去那些不知什麼項目去找一下 通常的女人,經常都不出街 在家裡,都又白又拼 那女人真是正 我覺得正比李麗珍和... 誰呢? 豆豆,當年 不是在麥當勞打工的鄭艷麗 不是在黃任中,黃任中吃完之後的鄭艷麗 當然,每一個人都有風光的時候 謝老四當年都很英俊 所以我就說,嘩 我多怕你說我 你這些什麼臭屎果,算了吧 我覺得,如果你的老婆肯為你這樣 你會不會覺得,嘩,真愛啊? 嘩,但是,我不知道 喂,當你48的時候,吃一個小你18年 你如果小你18年,即是多少歲? 19歲啊 哦,那都OK啊 有OK啊 真的,我真的覺得,嘩 無論是任何的老婆聽到第一時間 我想如果老公跟我說一個這樣的要求 我會凌空飛起三六十度,打到她黏著牆 真的,是不是有病啊? 這個世界的人 真的不知道啊 這些扭曲的愛,我可以這樣說 但是,未免就真的在吃,在吃,在吃,在吃 還有,真的到人低能的嗎? 喂,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樣,這個都算是小毛見大毛了 我記得有一宗,是在國內的 是個女人配合男人,在街邊捉女生回去強姦 然後還要先姦後殺 男女一起去做這件事 即是可能香港人就沒有這麼大膽 他就覺得,喂,好像人家大陸那些 我給你幾十元,給你幾百元,賄賂你 他就覺得,嘩,姐姐,你賤個地底泥 好像這個外回家 有很多香港人既有對菲律賓姐姐的印象 就是他們會偷錢,做事不乾淨,說謊,騙價 各種種不好的image套在姐姐那裡 他就覺得,喂,有很多你們星期六日,夜晚,stay out 那時候都是去灣仔的酒店街那裡徘徊的 我給你八五元,賣了你 所以他們就覺得,欸,這件事沒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就算人家站在灣仔,也不會收你八五元 八五元都不知道多少年前啊,大哥 圓文其長,那你覺得多少錢啊? 嘩,我都真的不懂得回答 那都要看她姐姐什麼質素啊,大哥 你說如果她那個姐姐,好像我姐姐那樣的 我想應該我收回錢就穩妥一點了 原來呢,不是真的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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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大陆有些店铺在外面放一些桌子,可以吃煙,喝酒,吃宵夜,串燒 在那些阳的位置,他拉开了自己的衣服,然后扯高女儿的褲子和衣服 摸上摸下,周围摸,女儿就继续趴在那里,完全是昏迷的状态 他玩了几分钟,才有一个老伯走过去说,你干什么呀,你知不懂他,你不要在那里搞什么 这个男人还一度,更试图将这个女子,纳上的士,想着回家继续 最终现在就被人把这条片放上网,多谢了,中学老师就终于被人停职了 虽然他没有搞学生,但是一个这么扑街的老师,如果我的儿子是他教出来的学生,又或者是读他的班,我都真的挺害怕 这样真是恐怖的,不雅行为,不雅行为,可以涵括的范畴是很广泛的 什么叫不雅呢,大佬 刚刚说了,是不是色谣老爷,超媳妇,这些不是那些色谣小说的剧情 台湾我发觉真的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变态东西 通常说什么,搞那些越南新娘,又或者不知share的老公 看完这些新闻,我都又问主导友,我说,喂,如果你老爸 传一些没骂的色谣短片给我,我会怎样 我怎样算 他竟然回答我什么,他说,喂,可能是呀 开心share而已,为什么你可以跟朋友开心share,就不能跟老爷开心share呢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有很努力宣传过,某些什么地产agent 被人影片流出的,给我朋友的 但是你说 跟亲人开心share,我真的没想过 我真的觉得有点嘔心 嘔心当然会啦,但问题就是 但是,你刚刚主导友问主导友的时候呢,如果你爸爸传东西给我,那些咸片你会怎样 我真的想不到什么反应 有时候人呢,那个固有的三观会局限了你很多思想啊,或者你的一个转向的 他突然有些东西是超越了你平时所想,或者你的认知的时候呢,你真的会轻机的,说真的 所以我真的明白什么叫成天霹靂,有些人会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发生在自己面前 你成天霹靂啊,说之前大陆那件事啊,老婆呢,然后被她老公发现了,她出轨 三个女儿都不是她亲生啊,最大的那个是十几岁啊 这个够不够成天霹靂呢?对于你来说 那当然会啦,完全是 你觉得哪个是霹靂的呢?三个女儿,最大十几岁 三个女儿是否漂亮的呢? 漂亮不漂亮,不关你事啊 不是啊,你说好像陈凯琳,那又要说回她那个 她那个案子了 如果好像这样,你肉眼所看,一定都不是自己骨肉的 陈凯琳呢? 不是,如果是这样,从小时一看就知道完全都不可能是自己骨肉的 你都会选择亚忍的 那就算将来人家跟你说任何东西,或者就算你老婆跟你说真相也好,你都会选择接受,或者觉得你开玩笑而已 但是如果你说 因为我都觉得是很像自己的,但是突然之间她说不是的,原来不是你的,那就不同了 那女人来说呢,我又不太认同,无论她多少岁也好 就算你告诉我,现在我快四岁的儿子在医院抱错了,不关我事的,我也不会换回 就是好像入剧,之前那一套,福山雅治的日剧,谁调换了我的父亲 喂,你跟我说,你养到六岁,告诉我,调乱了 我可能都会好像福山雅治那样,很糟糕的 我两个都要 如果以前拿朱队友来说,你现在问我,我当然会回自己的亲生 但是经历过我作为别人的父亲这几年的光阴,血与汗交融 我都可以肯定说一句,就算交换了也好,我也不会再交换 因为现在这个真是牵腸挂肚 那个关系和情感都在那里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会舍得放弃他 说回台湾的一个人妻,在一个鲍鱼人公司那里公布,他就说 跟老爷奶奶要同住,首先已经很多不便了 老爷对他又抱又疼 当他说给奶奶听的时候,奶奶竟然是要求他不要出声,不要搅大他,还有忍下来 哇,其实我都觉得真的很糟糕 大家要记得,台湾有一单新闻,我记得,一年前,我也不知道几年前 一说确切年份,你们这帮人就吵鬼了 有一个女人,台湾的大陆 有一个女人,她就出刀子,狂插她的老爷 几十刀,说的是几十刀,自死了,当然救不了 全部隔离论舍和认识的亲戚都跟法庭求情 为什么呢? 就因为那男人,不是他老爷 是他妈妈的男朋友,他妈妈在这个女孩很小,十岁 可能几岁还是十岁,就认识了这个男朋友 带着这个女孩去嫁给他,叫后妇 当一起生活了很短时间 竟然有人生枝猫入眼 对这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女孩的喜悉心 开头当然是摩摩扎扎,再后来当然是中出,有桂痕那些不同的招数 竟然将这个女孩搞到,因坚成人就落了几次 一直都不让他出去读书,做事,怕他跟人说 都没办法 起码那个女孩都忍了他很多年 终于到了成年,十八岁 让他出去打散工 叫做帮补加计 好了,大佬,十八无丑父,亭亭欲立的时候 你一出去的工厂,就立即被人追 就认识了个男孩 男孩一听到女孩这样说 一听到这些变态的东西,当然帮女孩出头 回到他的家 就跟他爸爸吵了 自此之后,老爷 所谓的老爷 就更加不让他再出去 认识任何异性 再出去有其他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他在想,怎样可以将这个女孩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他就想了一条妙计 就是将这个女孩 搞大他的肚子,当然是用自己的龙巾来搞 但是就将他嫁给自己的儿子 这样他生出来的儿子就顺利成章 就是跟我的姓,首先 还有,一家亲关了门,你怎样知道我睡哪张床 怎样知道我用哪条龙巾 以为他就想这个安全的方法 就永远绑着这个女孩 到了大婚那天 家人开开心心 将来布置 突然间就 嘩嘩嘩嘩 鬼叫 文歌喜舞 文歌喜舞 形容一些开心的东西 对于那个女孩来说当然是开心的东西 就发现整间屋都是血 这个女孩就拿着把刀 发癫地狂刺他老爷 原来就是他已经忍不住了 他觉得 我这世人都位在你手上 未来我已经见不到将来 所以有些变态老爷 其实不要在街上搞那些女孩 又不要搞自己身边的人 这么多大陆佳例 18又有 13都有 我的朋友回大陆玩 回东莞 虽然不知道那个是 真是真是假的 你要黄又可以 你要拼又可以 不要说回大陆 我只知道 在香港的某栋大楼里 俄罗斯又有 日本又有 韩国又有 不要说你们 这么喜欢KPOP的我 我都很想去看看 韩国妹 Aness 要说 我都很想去 一亲方宅 那好吧 这集就说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